不問藍綠 質問是非 更多政治新鮮事 校康站警視YouTube頻道 還不訂閱 還不訂閱 趕快訂閱 好 那麼李鶴龍說 徐永明明的不收 暗的才敢拿 真的很傷 明的不收 反正都拿了 很難聽 管得明的暗的 明的不收 暗的才敢拿 因為昨天他們在後審事過了 過了兩夜對不對 三個晚上 兩個晚上 只能吃麵包 罰警還酸他們 說本來吃的不只是麵包 搞不好有便當 因為預算是你們砍的 所以你們就把預算砍掉了 你們現在 我記得司法體系 我們都不在砍的 不在砍的 我不知道 反正 大家說我們是經濟 我們不是司法委會 搞不好是司法委會 跟你根本無關 預算一定是有砍 罰警才會講這個話 預算是你們砍的 是你們砍的 應該是他們自己長官的問題 那許永明現在80萬交保 趙正宇100萬交保 所以北檢是提抗告 趙正宇是當場就提抗告 那現在還沒有再開 還沒有再開 不知道會怎樣 那紅橫豬 所以北檢並不想要讓他們交保 對 北檢 又生機壓了 趙正宇跟許永明都會提抗告 五天天北檢都要再提抗告 北檢已經認為他們有串狀 串狂等等這些行為 而且這很有趣 你看李恒隆一直保蘇貞清 對不對 他跟蘇貞清是有兜好的 就說他是 借貸 他是欠我錢 他有現我 他有保蘇貞清 可是他很壞 他下車什麼沒講 自自有講說 蘇貞清跟我是借的錢 而且他已經完了 所以他保蘇貞清 可是他就咬許永明 你看講那麼難聽 許永明暗的才拿 暗的拿的才兇 這很難聽 對啊 他嫌要講不好 說講不好還拿兩百萬 連李恒隆都說 許永明有拿我的錢 而且拿暗的 我覺得就是很抗 對於鄉立委 真的喊傷很難 因為許永明是個學者 真的好歹 我真的 他就說因為他名的 不拿暗的拿 所以我會有兩個賬戶 不同的賬戶匯給他 就是這種 就是又要癥結牌坊 又要那個 好吧 蘇貞全老婆 洪恒朱說 幕後是有很有力量的組織在操作 郭文這什麼意思 不是檢調 他想講民進黨派系鬥章 對 我覺得一直是 就另外一個蘇貞 因為一路上已經很多事 事實上蘇貞全 他自己有出個人聲明 他也有提到這件事 就是從唐榮的張仲傑開始 然後後來又有印尼的案 印尼案 印尼案也很奇怪 2016年的事情 總之就是說你都可以看到 有內部公文 蠟燭 內部的流程 然後還包括這次連女婿 國民事業 蠟燭案1600萬的蠟燭 的採購案 都有內部資料 對 誰會知道 這個不太可能 就是一個人可以 那是民進黨派系鬥爭嗎 我不知道 大叔小叔嗎 我覺得 他不方便知道 他不方便 就是不好意思講 總有一個系統拿到這麼多資料 怎麼那麼 我想一下蠟燭 因為 妳有燒蠟燭嗎 因為最近上很多節目 會碰到民進黨的委員 或是媒體人 我就問他們蠟燭的事 大家都說家裡都有 他說 你看委員也有 他說因為蘇嘉全都會 蘇嘉全都會送蠟燭 所以蘇嘉全顯然也是用立法院的 觀光費去買這個蠟燭 所以這個還要去追說 他有沒有用立法院任內的 禮品相關的費用 然後去買自己家裡女婿的蠟燭 這個蠟燭當然是我 我去他的網站上看了 品質是還不錯 可是你這個 但網路也罵翻了 就是說台電還買貴了 你去網路買還比較便宜 這個我幫他們蠟燭解釋一下 不是 我解釋一下那個蠟燭 我告訴你 所以先講一下 他賣給百貨公司 百貨公司可能抽一半 對不對 百貨公司可能要拿掉一半錢 所以然後可能還要拿 反正各種錢 所以你看他好像三五折 好像六百 七百塊 那是一大批一天六百萬 因為我就是去網站上 我網購組 這個我專業 我在上面一直看 我相信他當時在百貨公司的市價 可能到一千七 因為網路上現在二手價格 最貴還有到一千 代表說可能有一千以上 但是他們 我也會去發這個禮品 去買賣的時候 是四月份左右 但是這個禮盒是什麼禮盒 你去看他有一個狗 那是新年禮盒 狗年的新年禮盒 今年是金屬年 15年了 所以就算是在當年來講 在當年來說 這狗年的禮盒 他通常賣是一二月 狗年的發售的這個禮盒 我還查過確定是狗年的新年禮盒 那你已經四月 這已經是自銷品了 就是說你賣不掉的東西 你用三五折 賣給國營事業 這你還是賺 拿現金賺多 一千六百萬 兩萬七千個人 都拿到這樣子的一個禮盒 是新年禮盒 我突然覺得台電的員工 氣質好高 都要燒那個蠟燭 我都覺得 不是 而且這是這種黑色幽默 燭光網餐 效果很好 這是一個黑色 這是黑色幽默 因為台電的員工 你有跟你太太 點那個蠟燭吃晚餐嗎 有嗎 這個台電的員工 家裡有人就是點著吃 台電的員工 當年四月份收到的時候 就有人在PTT爆料了 為什麼爆料 因為他們覺得你台電 莫名其妙台電的員工 拿蠟燭幹嘛 你是要告訴我今年要缺電嗎 對 我覺得網上有事實上 是往這方面去想 所以當時大家還不知道說 這個蠟燭是他女婿的 就已經在網路上去講這件事情 現在才知道說 原來這是他女婿的 所以你說台電的公文裡面講 3.5折 正正有折 好像你買到便宜一樣 其實不便宜 不便宜 你買到狗年的過年產品 3 5折 買還可貴了 狗年無罪的 不然剛才講這個 我又說你到印尼 到菲律賓一些旅館 櫃子就放了蠟燭 如果我們停電就給你用 真的是可以給蠟燭 所以台電就不應該買 台電那不是觸媒頭嗎 回來我還是要呼應一下 紅橫豬 因為立法院是盛傳的 你這個第一個太巧合 太不尋常 不管是印尼案 我們剛剛講的是 2016年的事情 這個是狗年的事情 蠟燭是狗年的事情 為什麼現在爆出來 而且密集的這個時候出來 誰鬥爭誰 誰掌握 全部都是跟你蘇家有關的 然後你看 連台電的員工也不知道說 原來是蘇家權的女婿 誰知道 買的人知道 蘇家權還四月的時候 都分享過 對 那所以就是有利人士 才有辦法把這些 通通撈出來 然後密集一波又一波的打輸 當然你蘇貞欣 你自己做得很清廉 人家沒有辦法打你 但是這麼的密集 在這個時機點 我覺得的確是有政治動機 前有余董梅真 後有紅橫豬都說 這樣子太可怕了 很黑暗 這樣子太可怕了 幕後有很有力量的組織在運作 不過我跟你講 賣給百貨公司貴 百貨公司賣出來貴 第一個百貨公司 週年輕的打折打很多 對不對 因為百貨公司經常辦一些活動 定價值也會出 他會打折的 這是一個 第二個 百貨公司抽成抽很高的 第二個 第三個付款付很慢的 就是我買了可能半年以後 才付錢 才收到現金 這個多好 一千六百萬 你什麼時候能賣蠟燭賣的一千六百萬 這什麼 這多大的一個訂單 而且不是只有台電 中鋼也買 中鋼也有 對 我剛剛補充 因為今天來錄影 我剛剛遇到兩個才知道 原來是蘇文昌在當立法院 對不起 蘇家學在當立法院院長的時候 凡是有人到他那邊去做客 他都送 他會不會介紹一下 這是我怕誰在賣 所以其實基本上 你國營事業會跑去買 你有看到那個香氛蠟燭那家公司 他女婿開的 我覺得品質好不好 我們不用去約會討論 因為我也沒用過 品質可能是不錯的 但是在新聞稿講說 我們從來沒有跟國營事業去推銷過 這才有鬼 因為你沒有去他人家來買了一千六百萬 對不對 剛剛對嘛 所以剛剛小青 剛剛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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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青講的 結果我突然想問起他名字 來 小青講的 他講二零一八年 給你看 這就是二零一八年 當時就已經 臺電的員工就已經炸鍋了 是不是四月 二零一八年四月講說 你看我有不少臺電朋友收到臺電福利會發的禮品 你看蠟燭兩個 蠟燭兩個 蠟燭兩個 因為很重要要講三次 他們都暈倒了 為什麼 第一個 臺電員工從來沒有買過 我還去問 前跟後買了什麼東西 臺電的禮盒 就是不會 你跟我講說 這一年二零一八年送蠟燭 對 我去查了 前跟後是送臺電禮盒一年 臺糖禮盒一年 還有一年是山頂鳥的運動服 因為可能臺電員工 他們可能大家去爬山 對 為什麼就這一年 送的是這個香氛蠟燭 為什麼人家根本沒有來給你推銷 狗年照片在這裡有沒有 一隻狗 你看我跟你說是狗年星辰 所以你拿一個東西去賣 那價錢也沒關係 重點在於說 為什麼前跟後大家不買 那原來院長 原來常常就把這東西拿去推銷 國文協當然知道要上來 這個狗年這個應該特製的 就是沒有 他 平常的不是這個 是 平常的是這個 他是先賣了以後 台電才去下單的 我是找到他們自己在賣的禮盒 平常是這樣 只是外包裝不一樣 他是把這兩個 從裡面拿出來 放在另外一個盒子裡面去送 如果是狗年的 外包裝是紅色的 好不好 這個還講蘇嘉全老婆說 政治很顯惡 不知道敵人是誰更可怕 說蘇嘉全已經很可憐了 不要再追打他了 不知道敵人是誰 真的不知道敵人是誰嗎 真的不知道敵人是誰嗎 好 休息一下就回來 說這邊ET今天是說 有新的鐵證李鴻龍花了1億6千萬 行匯一個黨魁四個立委 現在只是一個黨魁四個立委 被檢察官咬出來了 現在才查3千多萬 對 怎麼有1億6千多萬 其他錢到哪裡了 所以行政部門要查一下 奇怪 這很怪 對不對 查金流最快 查金流到底錢怎麼走 從哪裡來往哪裡去 應該是很容易查出來才對 那為什麼他們經濟委員會 能夠這樣夯 我們看一下 委員邱毅寅及廖國棟 當選為本會 本會級召集委員 蕭熙熙的接受其他人的掌聲 國民黨立委廖國棟 接下來第十屆第一任的 經濟委員會召委 儘管都算經濟委員會的資深委員了 但想坐上這個位子可不容易 好 報告委員會我們要 開始今天的會議 除了可以主持議程之外 張委還能決定 整個星期的議程 要排什麼案子審查 或是哪個部會要來接受備詢 光是一個經濟委員會 就掌管了經濟 農業 國家建設 公平交易 能源 跟科技政策的業務監督 跟地方發展息息相關 讓不少立委擠破頭送進去 很夯的 還有這個 手握國家財政 從金融政策 預算決算 到主計生計 都跟財政委員會綁在一起 因此不少資深立委 一待就是十幾年 跟在旁邊處理法案的助理 當然也就對業務熟門熟路 很多陳情案都會包紅包 或者是這個 所謂的提前來講 如果政治人物 要把自己的品格 做到這麼低的話 那你乾脆就開一個公開的家務表 市在案子 這是立法院常態嗎 隨著國會收會風暴延燒 擔心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資遣立委求資保 整體的這個陽光法案的 這個配套 尤其是財產申報 或者是這種不明財產來源 這些地方 我覺得我們都是 還是可以繼續把它做一些 這個補證 要把陽光照進灰色空間 就怕國會議員被貼上收錢標籤 毀了開放國會的形象 好 這個立委的委員會 那怎麼樣 到底競技委員會那麼夯 很夯 沒有 競技委員會 因為他管了很多都是補助單位 國營事業很多 不是國營事業 不是 龍委會 那還有河川局 水利署 那個都是很多緊急狀況 可以補助的一些單位 他手上的補助的基金非常的多 那這個也看到你那個黨的性質 因為民進黨有很多立委 是中南部 所以他就 我們那個比較 很多人都低於 志願都是經濟委員會 因為你農業縣的立委 通常因為有農委會 那比如說國民黨 財政委員會就很熱門 那民進黨就不熱門 我們人也不多 財政委員會在民進黨 是冷門委員會 因為財政委員會比較 經營委員管國營事業 國營事業是他管 對 也管 很多中油都是台電子 金木林那些預算就一大堆 中油 主要是中油 因為我們主要是 經濟委員會主要對經濟部 也有農委會 主要是經濟部 我們的經濟部很奇怪 大家以為經濟部 管台灣的經濟 其實經濟部主要是管國營事業 國營事業是非常重要 所以以前的經濟部長 都是國營事業的董事長 比如趙耀東 李達海 中鋼 中油 台電 孫運璇 這些做了這些國營事業董事長 才能夠去做經濟部長 不過趙長雄 現在國營事業有些董事長 可能比經濟部長還大為 對啊 不一定經濟部長指揮得大為 那是因為背後的政治力量 不是這樣嗎 我覺得這樣子 因為經濟委員會 他管的他的部會太多了 經濟部農委會都非常大的 農委會底下有愉悅數 一堆啊 那財政委員會 他說任我 剛剛看到新聞這樣寫 我就覺得很好笑 財政委員會看起來 覺得很偉大 事實上沒什麼東西 為什麼 他管法案 金費很少 他管法案 你知道嗎 那經濟部那些都是管補助 就是經濟委員會 基本上就是天你散花了 所以基本上中南部 你要搶這個 為什麼 替地方爭取經費 財政委員會沒有金費可以搶 其實還有一個 交通 交通 交通跟經濟 其實很多人進去都想擠交通 交通經濟最多 然後有案底的選舉司法 因為他可以想辦法 當那些司法部門 然後他自己有案底 大家就不敢動他 所以都有這種 因為交通的經費很多 很多 非常多 各種 反正錢 哪裡錢多 哪個就熱門 就變成這樣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就是台灣的選舉 花太多錢了 所以對他們來說的話 你花了很多錢 那我要去哪裡把它賺回來 所以你就發現 這些立法委員們 在很多委員會 就特別行就這個原因 工廳會 真的有這樣的價碼嗎 像剛剛他講的說 他們工廳要賠錢 我自己花錢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立委深入社會案 也意外爆出 在立法院召開工廳會 有一個價碼的潛規則 不過是在立法院 是不能說的秘密 而且也很少有聽到 200萬這個數字 召開工廳會的目的 是要聽取各方意見 現在卻成了立委賺錢的管道嗎 據了解工廳會 秘密價碼 從5萬元的小型工廳會 到20萬的大型場合都有 大多都是辦公室收取費用 而支出明目都會強調 是學者出席車馬費和午餐費 柯建民總召 他知道裡面有些陷阱 他也會公開講 這些行政部門的意見 跟黨團幹部的堅持 那我相信其實才是立法院 這個不只是最後一道防火牆 其實也是煞車皮 立運設防火牆 不過如果立委說工廳會 收取的經費是政治獻金 合理嗎 法國有明文規定 政治獻金有特定收取時間和專戶 是按立委白白中解釋 恐怕不知道已經被檢調一一突破 好 那麼有說立委開工廳會有價碼 5萬塊就給你開個小庭工廳會 20萬的大型工廳會 所謂大型是部會官員要出席 另外明目就是學者出席的車馬費 午餐費等等 不是有一個律師講 那我工廳會學者 我給他兩百萬是怎樣 立委給兩百萬不行嗎 工廳會有一定的價碼嗎 這是小型 不過大概就是 這樣很糟糕 這樣我們花錢以後 會不會被辦不成工廳會 對 學者都來跟我們要錢怎麼辦 哪一個還要5萬 怎麼付得起 他講5萬是全部的錢 這場 事實上也沒這麼多 沒有 也沒有當中5萬塊那麼多 沒有 拜託 1萬塊以內就打死了 1萬塊以內 不過其實這種辦的不能叫工廳會 工廳會是有法上的定義辦 台灣沒有聽證會 那叫聽證會 隨便開一個就是 座談會 協調會 對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現在會不一樣 現在會可以做程序紀錄 蘇振青 我就看他的 原來零元 最早當立委的時候零元 115 430 570 400 500 600 1000 2000 4000 Double 還沒算股票 這是存款 這存款 股票有116 116的存款 按照郵書會講 土地還不算 你股票因為面值 116是面值 如果是面值10塊 台積電今天是400多 40倍 聯發科700多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股票 但是這個日期很奇怪 2011剛好是民進黨執政 也是蘇家全當立法院長 突然就變成這樣子 難怪選舉的時候 真成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蘇家全一直說 什麼他 清白是他的第二生命 然後感覺起來 好像說他的家族事情 都跟他無關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 太難說得過去 我覺得至少就大家的理解來說 譬如你剛剛在講說 他送蠟燭 那送蠟燭之後 這個燈不點不亮 他對於送蠟燭跟你的 你還不夠亮嗎 所以國營市業當然都知道 都要去買這個蠟燭 那另外你說像蘇正卿 就算他跟蘇家全之間 沒有那麼直接的合作 或合夥的往來 但是蘇貞 蘇家 蘇正卿憑什麼 他可以在這些國營事業 什麼印尼的這些台商 那這些什麼成美的 這個什麼相關的偷偷 他可以這樣嚇嚇叫 他說因為他的叔叔是蘇家全 那否則他為什麼 憑什麼 除了這個蔡英文 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有曾經說過 他是民進黨第一戰將 這也很荒謬 就是說他最會打 他最會拚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對於民進黨他的用處 所以我覺得整個的 蘇正卿的狀況 我覺得突顯出來 民進黨一個 我覺得今天另外一屆 角度來看就是說 很感慨 今天雖然蔡英文話說得很重 說你要升官發財的 請你另謀別路 但是問題在於說 現在看起來升官發財的 通通選擇綠的路 比過去國民黨還要糟糕 我們從國民黨 你現在升官不加民黨 怎麼升官 對 過去 他發財 三級跳升官 這張仲傑 對 我就講說 除了蘇正卿 張仲傑是他的 是蘇家全的外甥 他從唐榮 從基層跳到總經理 然後他在記者訪問他說 他還說我沒有去爭取 我沒有要要 是他們給我的 都什麼董作跟總經理 都雙雙請辭 我只好勉強的去 去擔任這個唐榮的總經理 這話聽得下去嗎 然後你去當了總經理之後 這個制服是你老婆的店 然後這個員工旅遊 是你兒子開的那個 真的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大家看待民進黨 會怎麼看待 就算說不是蘇家全 直接去介入 他覺得很委屈 因為洪汶珠說這個政策好可怕 但是可怕第一個 泰系都能確實很可怕 到底他講的是誰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自己乾乾淨淨 你的家族乾乾淨淨 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而且對於蔡英文來說 他還在這個事情爆發的時候 印尼案爆發的時候 他是第一時間跳出來 替他解釋 他說指控他們的人 請你自己要拿出證據來 我記得我還在這邊講過說 我就只有一個總統來說 你幹嘛在一個 即將要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 你跳出來去捍衛你的幕僚長 就搞半天 你只好在第一時間換掉他 升官發財 陌入此門 你看這有沒有發財 你看這個成長的速度 有沒有發財 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 蘇貞昌被 蘇振青被羈押禁見 法院說他沒有說實話 有偽造證據的情勢 另外剛剛講蘇振青 這個財富三級跳馬 其實有一個東西我跟答案 因為剛剛時代力量 也發了新聞稿 因為時代力量的群組都炸了 他一直講說 徐永明現在交保了怎麼辦 時代力量剛剛發新聞稿說 因為徐永明交保 那時代力量說 要徐永明在八月五號 就明天 要到時代力量的黨莊去解釋 對 去說明這個事情 之後再決定 現在是停權 時代力量說 你們的薪水就是那個錢 對 問題是 徐永明會不會去 現在我想 時代力量大會等 對 徐永明會不會去說明 會不會去時代力量說明 不知道 我現在不知道 就是看看徐永明會不會出來說明 如果徐永明要去時代力量說明 其實今天他在這個 直接北檢交保 他現場就可以跟一大堆記者 他就可以跟他們說明 剛剛看那個畫面 好像他就沒有說明 就趕快離開 說明就是公開串供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就整個黨都串供 我這是前黨主席告訴你們 我的供詞是怎麼樣 整黨就是統一說法 而且2018 他已經停權了 因為2018 時代力量正常補助款 也有一年大概有三千多萬 奇怪 為什麼需要他去借錢來 好像很可憐 所以他有五百萬 五百萬裡面兩百萬是政治現金 三百萬是借款 他幹什麼 而且秘書長還說是發薪水 過去一年時代力量有三千五百萬的 正常補助費 今年開始說有五千萬 五千多萬 你有沒有小小自然 沒幾個人 那是一年 因為他是不分區去配的 所以一年有三千多萬 代表每個月大概有三百萬 這不夠嗎 每個月 所以我當然知道 他們應該財務上 不會說是非常的寬鬆 可是也不至於到 要撕下去跟財團借錢 對不對 所以這東西 就是要跟外界說明清楚 不合比例原則 如果我一個月 有三百萬的正常補助費 我就借一百萬幹什麼 借兩百萬幹嘛 好吧 你說有些青黃不接的時候 我就借了一百萬 立刻就可以還了 不是這樣嗎 而且那個時候的黨主席 事實上不是許有名 那時候黨主席是黃國昌 所以而且那時候黃國昌 也還是立委 所以我們說他才會有 針對這個收購的事情 他也有發言 那這個許有名也有發言 可是因為許有名 剛好是經濟委員會的 立法委員 所以他可能在這個案子裡面 就看起來比較琢磨比較深 但是黃國昌那時候 他知不知道黨的錢 是來自於許有名去 在這件事情上面 如此的賣力 所以換過來的血汗錢 他知不知道 那他要不要表達態度 所以我覺得 實在力量這件事情 在今天 對 我就這個意思 所以今天黃國昌好像 在過程當中突然間 好像也都沒事 都是許永明 其實對這個黨來說 我覺得黃國昌應該要表達 他的態度 這個事件讓立法院的助理突然紅起來 助理很重要 助理到底是怎樣 白手套去撈錢 去要錢 還是助理賭博幫老闆扛責任 還是助理到底是怎樣 這邊說其實不只三種助理 其實不只三種 一種是親信助理 他的帳配偶 子女做 另外是資深的助理 很有經驗的 第三種是便當助理 就是說企業贊助你 然後企業贊助有幾種情況 但陳水扁那個時候 30個助理 那30個助理就是企業贊助他 否則他怎麼可能 我就四個助理 六個助理 立法院給我多少錢 我就請多少助理 他就很多企業就贊助他 所以美國委員會都是他的人 趕快登記到這邊 到處講 到處講等等 那是他 當時我就懷疑說奇怪 你怎麼會那麼多助理 企業給你錢 到底你就算什麼 你會不會欠這些企業的錢 這是一種 另外就是他這些助理只是掛名 也沒有幫 不真的幫立委做事 掛個名 為什麼他選舉可能捐錢給這個立委 那捐錢你怎麼回報 你就讓我的人掛名 你的助理 然後他可以幫我去喬事情 有各種 那也有一般正常的 我相信正常助理還是比較多 這些都是比較特別的 那廖國棟一場公聽會 撈兩把也說都是借貸等等 好 那蔡英文就是動作很快 叫這個蘇貝萊趕快走 然後立刻就找了老男 李大維又回來了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那我要在這裡跟大家宣布 新任總統府的秘書長 將由李大維擔任 資深外交官李大維過去曾經是國民黨資深黨員 一度還被貼上老藍藍標籤 參任駐美代表在蔡英文執政時期 歷任外交部長 國安會秘書長 今年520接任海基會董事長 結果不到兩個月就被緊急抠出來救火 而總統宣布完新人事話風一轉 我今天還要再講一次 升官發財請走別路 但就算沒有違法 並不代表不會影響社會的觀感 不會傷害人民對政治的信任 因此我要請所有執政團隊的同仁 務必要深自警惕 看來總統真的生氣了 儘管沒有點名 但聽得出來就是衝著蘇正清 還有陳唐山而來 總統親自出馬要把危機降到最低 別讓自家團隊被說成是貪腐團隊 立文 為什麼用李大維 好用 你看配合度這麼高 隨時叫隨時來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因為蘇嘉全 其實真的才是真正蔡英文的親信 大家都知道蔡英文很討厭蘇貞昌 這也不是事實 但蘇貞昌他就是也是命很好 他本來這一任他就是應該是接 這是事實 蔡英文討厭蘇貞昌就是了 大家都知道嗎 非常討厭 因為討厭民進黨的時候討厭蘇貞昌的 也不是只有一個蔡英文 大家都很討厭他 他本來就是拍到頂人員不好 所以說蘇貞昌他本來接斷新任務完成 可是他命衡他很幸運 就是遇到疫情 就遇到疫情之後就又留下來 繼續當這個行政院長 所以蘇貞昌其實你看 他不只是在之前的國營事業 然後包括在警察的人事 包括這一次的公事 對 還有航空城 對很多他其實非常的強勢 那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蘇貞昌他就很幸運 那本來盛傳要來接行政院長的是蘇嘉全 因為蘇嘉全才是真正蔡英文的嫡系 這是為什麼蘇嘉全連立法院長都不要的原因 因為發現別人覺得不出他這麼不要 有更好的行政院長 好 那所以結果就只好先當總統府秘書長 總統府秘書長 總統府秘書長沒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真的沒有什麼意思 你就管總統府那幾個人 預算也沒多少錢 因為他太太說政治好可怕 預算有沒有十一我都懷疑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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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打雜的 行政院預算是兩兆 可是至少你在權力核心 你說做到一些重要的事 你知道總統要給參與你就參與 總統府要給參與 但是你看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把它就是弄掉 這真的是一個 的確是一個非常慘烈的政治鬥爭的過程 那蔡英文這時候 你看坊間就開始盛傳 什麼卓榮派 什麼領襲藥一大堆 大家都開始講 各派系就 各派系 蠢動 蔡英文的個性一定是不生其擾 這些人 也不想給你們 我都不想用 我都不喜歡 而且現在出自的鷹派 還給你們派系 找誰都不對 找誰都不對 那他覺得 譬如說卓榮泰大家都知道 他就覺得你們 卓榮泰根本就是支持賴清德的 所以他更討厭 那在這種情形底下 最好的方式 民進黨你都不要再擦 就我已經找人了 而且找了一個 是各派系都無關的 找個外援 這個還沒有結束 而且角色非常明快 這個還沒有結束 然後還有一點 我覺得美國沒有意見 所以就李大維 這還沒有結束 因為你看他們裡面很多 就是民進黨 或是民進黨 跟民進黨走比較近的人 用了李大維之後 某一些特定的媒體 就開始寫說 民進黨現在蔡英文 接下來還會出事 就又開始講 因為比如說 他本來想要拱卓榮泰上去 或拱誰上去 結果沒有成功之後 他就繼續做 就是你蔡英文 你以為說你用了一個 都不是他們要推進來的人 用一個其他 我自己人就可以 可是大家就是 對你英系而來的 哪有這麼巧說 蘇正清的案子爆發之後 蘇嘉全要下台 當天媒體 就講了蠟燭的事情 這整個每一環節 都是連在一起 有環環相扣 所以到底是不是 大叔小叔的爭鬥 到底是 還是民進黨派系裡面的清嘎 到底怎麼回事 需要再回來 好 那麼為什麼讓李大為 老藍男來接傳統統秘書長 因為各黨派都要 各派系都想要 說是要為了緩和派系的氛圍 蘇正清說需要李大為幫忙 幫什麼忙 那當然李大為去擔任 總統秘書長以後 海濟會董事長是誰 大概就關切 好像除了李大為也沒別人 你看李大為外交部長 然後去到國安會當秘書長 然後又到總統府當秘書長 又來當這個 然後海濟會董事長 對不對 就是他 很奇怪 所以現在誰當海濟會董事長 其實海濟會董事長 根本不重要 不重要 海濟會董事長 根本什麼也做不了現在 好 那麼 蘇智商說 蔡英文會做最好的辦 因為有人說 是不是送主要去 另外 蘇智商他是用人為財 因為廖燦昌不是 爆出遠航的案子 貸款的案子等等 蘇智商說 最近才爆出 我事先怎麼知道 你用一個人 你不去觀察一下 不了解一下 之前也不是 沒發生過事情 對不對 出事了 每個人都可以講 我用他的時候沒出事 後來出事 我怎麼知道 他後來會出事 我用他的時候並沒有出事 每個人對用人 都可以批清責任 我用的時候都不會出事 都不知道 事後才出事的 這個什麼道理 最近才爆出 另外還扯出來說 廖燦昌是一個叫保家公司 向蘇智商推薦的人選 蘇智商說我不認識 也沒有往來 那廖燦昌這些公國高層 好幾個被起訴 金管會現在去檢視 他們的司法性 到底他們有沒有違法 有沒有 那個位置 當時當然是沒有問題 這個廖燦昌曾經因為設必案去植 那他的手腕好說藍綠都喜歡他 所以他很厲害 長袖善舞很聽話等等 那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又扯出廖燦昌 就認為說廖燦昌這個案子 也是別人要打蘇貞昌 蘇貞昌 蘇貞昌所以又傳出來說 現在打蘇貞昌的案子 就變成大叔小叔的競爭 因為要保這個 蘇智商當然要保行政委員長這個位置 那本來蘇貞昌 要給他行政委員長這個位置 所以是不是為了行政委員長的保衛戰 搞出讓派系的鬥章 是不是這樣 看一下 搞了這麼久都還是笑笑的 恐怕也是因為遇到的是 現在的蘇貞昌 但有些事情還是得嚴肅 像是最近遠航掏空案 包含第一金董事長廖燦昌 土營董事長黃伯川 還有核庫總經理陳士昌 都是過去在核庫的相關人 通通被起訴 但這些全是去年 才剛被蘇院長拔著的人 八位宮古董總 就佔了三位 而且當時蘇貞說的 選人標準是用人為才 蘇院長是這樣說的 但也因為廖燦昌 其實是在2017年 因慶復案下台 後來叫到建設公司保家 擔任顧問 因此傳出是保家 推薦給蘇貞昌 才讓他當上第一營董 這個保家公司 或者他的董事長我不認識 也沒往來 當時的人事震撼彈 原本是想大整頓 但現在又捲進偷空案風波 實在也很尷尬 來 郭委員 到底是不是民進黨的鬥爭 是不是大叔小叔之爭 這個事情有點複雜 因為是遠航去追 那聽說是裡面的業務 有一個經理 他出來當污點證人 然後才把廖燦昌 在現場做一些指示 都報出來 所以他才會下台 那事實上 我以前當財政召委 那個時候 我跟費洪泰是前後任 那時候何故的 那個大新的樓桿蓋好 我有一個出席 國民黨來得遠比我們多 民進黨只去我一個 我就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說他事實上是 藍綠的朋友都非常多 所以你要說 他是蘇貞昌的人 這一點我 我是打個問號 我認為很多人跟他都認識 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他是因為欠付案 上國家損失100多億 他下台了 然後蘇貞昌在去年的時候 全部都換 這樣很快速度啪一下就換 換的時候 廖正昌重新啟用 我們要問 為什麼這樣的人 他都還沒有處理清楚 你怎麼重新把他拉起來 那他要解釋 他要解釋 蘇貞昌這一點 他避重就輕 跟他講那個話 聽不下去了 避重就輕 你那時候為什麼用他 要講清楚 為什麼用他 他就這樣一個用人為財 可是欠付案的事情 到現在為止是有問題的 請問董事長也被判了 100多億那麼多錢 而且明明當 明顯是有問題的 可是欠付案已經移送 移送法院 對 可是在你當董事長 他當董事長裡面 你的案子為什麼再用你 主要是這邊 為什麼再用他 以前也許他跟蘭的關係不錯 他師傅沒有罪 有罪的是另外那個 但是你監督還是有問題 我覺得我一直很痛恨 我一直很痛恨台灣有一群 國民黨執政也是紅人 民進黨執政還是紅人 我看 你看 政黨輪替幾次了 就不只 不只 你說像什麼慶富案也是這樣 什麼案 很多案 這些是有報案的 還有很多沒有報案出來的 就爆出這種醜聞的弊案 然後這些人 每一次被爆出來 就說藍綠通知 永遠跟當權派 永遠就是這麼交好 然後為什麼這一群人 然後你看他們的信用掃地 然後做出這麼多狗屁 搗灶的事情 藍綠的某部分的高層 就一定很買他們的帳 那這一群就是 就是台灣的老鼠屎 就是很糟糕的一群人 為什麼用他 好用 這一些人是沒有道德底線的 只要老闆要什麼 一律配合 老闆不用講 我都先幫他處理好 搭點好 所以這一些人就是好用 然後這一些人 這些政治人物就覺得 就說他們配合度很高 然後什麼事情都敢做 所以這些人 才會永遠在什麼樣 那就是台灣的政治人物 為什麼這麼的墮落 為什麼就縱容有這一群人 人在中間這樣子吃香喝辣 蹭成這樣 骨肉都被他們蹭光光了 都被他們吃光光了 流走藍綠之間的蟑螂 真的 其實從這一個多禮拜 其實也不只 這一個月左右 所有發生的一些 政治相關的熱門議題 你會發現說 跟民進黨都有關 跟執政黨都有關 蔡英文才在民進黨全代會 上面講說 人家說我們民進黨 絕對的權力 絕對的腐化 我們要做給大家看 沒有這回事 可是每每出來的 這些都涉及說這些資料 其實只有民進黨 自己的人會知道 台電的公文 這個公文 什麼外電這個東西 都是只有民進黨會資料 丟出來 這個派系丟出來一個 沒有 這個東西的時間點 你回去看 你在蘇正清之後 蘇嘉全離開 然後就出這個 這是一連串的 好 一邊這個大蘇 大蘇小蘇 誰是大蘇小蘇 我也分不出來 一邊 誰大誰小還很難講 誰大誰小還很難講 對 我來做 兩個都很老 蘇嘉全這邊 丟一個出來 然後 蔡英長的蘇正清 蘇貞昌這邊又丟一個出來 你弄我女兒的事情 就是蘇貞昌的 女兒的標案 我丟一個說 你女兒跟女婿在做蠟燭 我們台電買了一大堆 這個東西 民進黨現在已經在 蔡英文的第二任開始了 我是覺得 因為今天蘇貞昌 民進黨還特地針對 這個立法院的案子說 他很欣慰行政團隊 兼守住沒有讓行賄者得逞 反過來看 大家也很希望 你處理上有守住 沒有讓這樣子 類似這種料燦窗的人 去讓這一些行戶 不斷地去基因 這些套空公司的人 這還應該守住嗎 他沒有守住嗎 其實蔡英文講那個 根據說 你只會不會 做十足 喝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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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泛